除了人事布局 外界也密切关注选战期间给予多项承诺的军事安全领域 外界普遍预计特朗普执政将给美国军火商带来新的春天 特别是五角大楼早前推出的第三次抵消战略 又会否在特朗普时代迎来提速呢 特朗普胜选后 美国防务新闻网站曾刊文称 这位美国下一任总统将给美国国防工业重大的鼓舞 在竞选过程中 特朗普曾半公开启核心军事战略 要求美国国会全面停止减少国防预算 并将增加军费开支 重振美国军队 尽管他尚未详细展示未来的军事政策 但之前的竞选言论已经让英美军火公司股票持续大涨 美国媒体甚至乐观估计 特朗普制下的美军获加营来装备大更新时代 特朗普的军事政策或与五角大楼不谋而合 上月28号 美国副防长沃克和美军参与会副主席空军上讲保罗塞尔瓦 共同出席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举办的第三次抵消战略论坛 并详细阐述了第三次抵消战略的动机 内涵 作用等核心问题 沃克说第三次抵消战略是从研究和关注竞争对手研制和发展先进军事能力开始的 是为了确保美军的军事优势谋求发展下一代技术和作战概念 他表示 俄罗斯和中国是与美国实力相当的竞争对手 他们不是敌人 但他们正在发展先进能力 这让我们非常担忧 美国于204年推出第三次抵消战略 以创新驱动为核心 重点发展能够改变未来战局的颠覆性技术群优势 但分析认为第三次抵消战略的真正核心在于提高美国的常规威慑能力 因为美国的核力量是最强的 所以他现在要强调第三次抵消战略 主要是在常规武器装备 在这样的情况下来发挥自己的综合的优势 特别是技术方面的优势 来盖住其他国家在这个数量上的优势 第三次抵消战略的三大着力点之一 技术维先 即研发颠覆性先进技术武器 其中 在作战概念上 第三次抵消战略的突破在于突出信息主导 推出作战云 水下作战 以及全球监视和打击概念 而第二个着力点是大力构建全球监视与打击网络 将利用美军在无人作战 远程空中作战 隐身空中作战 水下作战 复杂系统工程集成与运用等领域的绝对领先地位 聚合起在地理上分散的多种作战平台 突破对手的反介入区域拒织网络 为美军的力量投送 扫除障碍 战略升级则是第三次抵消战略的最后一大着力点 即多手段生成复合式威慑能力 它改变了美国以往基于直接攻击威胁 通过传统联合作战行动实现目标的常规威慑战略 更多强调拒止式威慑和惩罚式威慑 再强调利用全球监视和打击能力 保护日澳等盟国基础上 形成与核战略相配合的新型复合式威慑战略 分析认为这或将成为未来美国国防战略的重心 假设某种常规武器或传统武器发展到技术成熟之后 它会优先供应给盟邦使用 换句话说由盟邦来先实施这所谓传统武器的科技 当盟邦没有办法用传统武器来取胜的时候 美国才有可能介入 自二战结束以来 美国共提出过三次带有抵消性质的战略 前两次都是明确针对苏联 既在赢得美苏争霸 而第三次名义上针对所有可能对美构成威胁挑战的大国 实际上主要瞄准中俄 不过观察指出第三次抵消战略将受到美国财政紧缩 盟友不愿意选边战队 以及中国军事实力增长等诸多因素制约 能否见效还是未知 本轮抵消战略是美国在加速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背景下提出 主要针对中俄等国日益提升的军事能力 特别是所谓的中国反介入区域拒制能力 观察指出 与前两次相比 本轮抵消战略更加强调主动战略越制 前两次战略提出时 美苏军力对比美国并不占优 甚至略处下风 不得不被动扭转局面 而本轮抵消战略 却是在美军力明显优异对手的背景下提出 更凸显其着眼于未来长期竞争 以确保绝对优势地位的前瞻性和危机感 军事专家蓝云进一步指出 前两次抵消战略 其本质都是为了扭转 当时美国因为财政危机而大幅削减军费 引发的美国军方和军工利益集团的不满局面 蓝云认为第三次抵消战略的本质 与前两次类似 要大薄库服的砍这样的呼声非常高 这个时候他这个军工集团 必须要想出一个法子来 拯救一下这个军火的订单 这是他的核心 美国下议院总统特朗普 曾在竞选期间承诺 将提高国防支出以扩充军队 那么特朗普承诺新增的军费会花在哪里呢 美国国家利益杂志就分析称 新政府或许考虑向五个关键领域投入资金 第一大领域是潜艇 文章城考虑到亚太和中东的主要潜在对手 都在加速建造水下舰队 预计特朗普之下的五角大楼 至少要求美国海军 持续每年建造两艘弗吉尼亚级核潜艇 第二个领域是用于突破防空的系统 特朗普政府可能会直接发展新一代 可穿透防空系统的超级战斗机 以替代当前的F-22和F-15C 第三个领域是下一代空中优势 国家利益这篇文章称 美国的尼米兹和福特级航母 搭载的舰载机连队 少于击败俄罗斯和中国 反介入区域拒制战略所需的数量 美海军需要能应对这种 最新威胁的新一代战斗机 因此特朗普政府将发展新一代 远程舰载打击和空中优势能力 第四个领域是新型坦克 俄罗斯已研制出新一代 T-14阿玛塔主战坦克 特朗普的上任 让美国陆军有机会发展一种新型坦克 以增加优势 第五个领域是定向能武器 文章称 特朗普政府将加速奥巴马时代 已开始发展的定向能武器和轨道炮 定向能武器和轨道炮 很有可能是打破进攻对防御的 成本曲线的关键武器 文中具体指出 莱希特丹的导弹成本约150万美元 但一枚标准三蓝箭弹的成本 就高达1500万美元 对付一枚来袭导弹 美国海军至少发射两枚蓝箭弹 防御成本将高得不可承受 我个认为美军将重点发展 像定向能 还有频谱攻击 以及网工武器为主的一些新概念装备 同时呢 又要强调与既有的 现在的作战平台高度融合 从而能够拉开与对方的差距 又不至于太过投入 较大 特约评论员吴健还是出 当前特朗普还未完全亮明的军事战略 与五角大楼提出的第三次抵消战略 在方向上是一致的 但是在具体的手段上是有差别的 事实上 在第三次抵消战略里面 越来越强调新概念 以及新技术 特朗普目前流露出来的一种迹象式 不过美国的第三次抵消战略 看起来很宏大 但实施起来却未领着诸多挑战 首先就是缺钱 以美军的F35战机为例 这款战机原计划2013年服役 但由于后期实验故障频出 一直到今年8月才服役 不仅严划了美军的计划 还成为史上最贵的武器项目 同样大幅超支的 还有福特号核动力航母 在制造商去年宣布福特号 已完成95%的建造工作时 耗司已经达到约130亿美元 超出最初预算24亿美元 今年4月 斯特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发布的 全球军费开支报告显示 去年全球军费总开支增长1% 美国虽然仍排名榜首 但军费支出连年持续下降 自2010年以来已经下降21% 特朗普当选后 就公开要求日本政府 全额负担驻日美军费用 为美国减负 除了没钱 美国能否形成新的盟友群 也是未知数 被美国视为战略抓手的菲律宾 其新总统杜特特上台后 一改此前阿基诺政府一边导向美国的做法 提出愿意搁置南海争议 发展对华关系 而印度 印尼 越南三国 美国希望与其成为军事网友 但这三个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都是中国 他们也并不愿意选边站队 而随着中俄军事实力的增长 也让美军的联合作战 面临更大的挑战 此外美国的优势力量 如水下作战 空中优势等 都面临来自中方的对称 和非对称式的反制 好的 我们马上连线 北京演播室的军事评论员 杜文龙先生 杜先生 那对于美国军方提出的 第三次抵消战略 你认为其战略核心是什么 第三次抵消战略核心 还是美国的高端技术 要占据绝对优势 从目前看的核技术 对于前国来讲 已经不是所谓高端技术 今后美国正在面临 所谓的战略转型 02年就把三位体 向新三位体转型 那整个的转型过程中 那些具备战略打击效果的 新型常规武器 应该是美国发展的重点 像一小时在被全球 甚至在空间内 另外在水下 在其他的陌生空域 如果进行各种作战行动 那么其他国家要想追赶 难度极高 如果能在这些领域 建立取技术优势 那么对其他国家 所产生的威慑能力 会成倍提高 美国人认为自己的核能力 已经足够对全球的主要对手 形成威慑功能 但是在核武器上 有一个怪圈 它的威慑功能严重有余 但是实战功能严重不足 如果在新的领域 率先发展一些 具备战略打击效果的 常规武器 这样可以成倍的拉大 和其他国家的差距 所以第三次 抵消战略核心 是在其他国家 无法企及的技术起点上 向其他国家进行示威 你亚太地区在美国的第三次抵消战略当中 被置于一个什么样的定位 具体实施的这个过程当中 美军会如何的运用其武器平台呢 在亚太地区 美国也要把第三次抵消战略作为试验场 如果通过不同空间内的高端技术 向周边国家施压 的确能够显示出超强的作战能力 比如现在的滨海战斗舰 包括DDD1000 朱姆沃尔特 还有今后有可能服役的福特级航空母舰 以及水下的各种无人潜航器 包括空中的各种无人机 如果这些高端技术 在周边形成巨大的威慑功能 的确也能够对主要战略对手 形成质的这种差距 从目前看呢 我想跟以前冷战期间 这种风度相比 有可能会出现比较大的变化 以前是依托导链固定风空 今后这种使用方式 有可能在重要地区 重要方向有选择性的使用 比如冰海战斗舰 经常在南海游异 而且进行各种训练和作战活动 那么水下的各种无人潜航器 包括潜艇也要潜出 另外在东海地区 自己的大型作战舰艇 也要显示自己的作战存在 另外呢 在网络空间 各种电磁攻击 网络攻击 也会成为遏制对方各种作战行动 或者是提高自己综合能力的 一个重要选项 所以今后水下水面空中 甚至太空 美军都要进行频繁的实验 那美国的这个第三次底下战略 对中国会带有哪些影响 我们该从哪些方面去进行突破 从目前看呢 美国的高空突防 水下进入 包括其他方面的渗透 正在形成一个体系 如果通过这些武器装备 以及能力的大量使用 那么对中国周边的渗透能力 占据能力也会大度提高 从目前看呢 我们是一个防御态势 那么美军明显处于主动 那么针对它的技术发展路径 或者作战能力 以及武器体系的各种部署方式 进行有针对性的回击 我想我们应该是占据一定的优势 那么如果我们 就像有针对性了 但是我给产生了 这是可不确定的 你不确定 就像这样 感谢观看